背下來, 故人的古路 坐過了醒著了 笑過了哭著了 太多的違趣對誰講 一個人的凝望 兩顆星的相撞 匆忙的走著 恍惚的茫茧 只因为有个栖息的地方 天空中有的 三只巷仰 清晰在一棵大树上 飞上又飞下 一只红色的 一只蓝色的 还有一只我 看不清我的腰 恙恙恙恙 恙恙恙地 击吃札书的 使他的幸福吗 多希望香鸟为日亮 有自由的生活 你尽管叽叽喳喳 惹得我耳朵啤嚓 什么不能说 什么又可说 生活就是一碗面 跟谁吃地味的更重要 要上都生下 天空中有那三只小鸟 栖息在一个大树上 飞上又飞下 一只红色的 一只蓝色的 还有一只 我看不清模样 击击喳喳喳的 是她的幸福吗 多希望香鸟为日亮 有自由的生活 一只蓝色的 暴去蓝色的 还有一只 我看不清模样 击击喳喳喳的 是她的幸福吗 多希望香鸟儿一样 有自由的生活 区别增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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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 Myan�色 欢迎欣赶 这 الل 很谁 人 来了 的 你是个你在 좋아요 好 走着 喂你 生日快乐 苏达 我就是让你惦记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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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门口呢 你注意点影响 怎么多人呢 怕什么呀 咱俩是闺蜜 来 再抱一个 行了 抱一个得了 来 送你的 今天晚上啊 我给你一个生日 我得好好过过你的生日 因为今天我有一个重大局务 什么局务 我马上太高了 你这人 你给我打电话啊 好 周先生 这是跟你女的委托呢 致敬的遗嘱 等您离世以后呢 她将自动生效 然后您的全部遗产呢 都将您的女儿 都带来了一场 好极了 您看一下 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 请您签字 好的好的 在这儿吗 对 前这儿 两份 对 两份 这一份 是 感谢 这一份呢 您留着 好极 对了 周先生 其实呢 我有疑问 您看啊 您呢 是单身 是 而且呢 身体也没有什么问题 您怎么这么着急立这个意图呢 是这样 今天是我女儿的十八岁生日 这是我送给她的成人礼物 您这份礼物啊 很有创意 您有孩子吗 有 有女儿刚六岁 那我建议你十二年以后 也送她一份同样的礼物 好了 多送 好 那我走了啊 行 好了 谢谢你 再见 再见 大大 你真的确定吗 确定 必须确定 易南 为了你和我的终身幸福 为了这世间的单亲家族 里能从此少一对 同病相恋的为亲姐妹 您就别犹豫了 大 好 喂 你好 我是周东风 车货 洪水 你好 请问急救室在哪儿 急救室 对 你 你就是那个女孩的家属是吗 我是她父亲 你来晚了 走 哎呦 袋袋 你说你来就来吧 怎么这么客气 还买什么花啊 也没啊 阿姨 您就别客气了 这是我爸特意嘱咐我给您带来的 你爸 哎呦 你爸这个人还真挺浪漫的啊 嗨 您加了一宿的班 还不回家 还加班相亲 给您买树花算什么呀 哎呦 袋袋 你今天怎么没去上学啊 上学是小事儿 找后妈 是大事儿 你这个孩子可真够逗的 人家呢都不愿意找后妈 可是你呢真好相反 嗨 谁要接我没妈呢 什么姐呀 妈呀 真够乱 嗨 就是没给你们想什么呗 再说了 别人时没遇见像您这么温柔 贤惠心地善良 貌美如花 人见人夸的后妈 我遇见那是我超着了 所以我必须得抓住呀 袋袋呀 你这个孩子嘴可真够甜的 我们依南 要是能像你这么可人疼就好了啊 哎呦 梅阿姨 您要是跟我爸这事儿成了 我就是梅一南的亲妹妹了 我就是您亲闺女了 到时候我天天给您说 一大卡车的好话 不行 卡车太小 我给您说一火车的好话 保证让您找不着北 我跟你爸的事儿啊 还指不定成不成的 都是你跟一南两个人啊 在这儿怂恿的 梅阿姨 您就放心吧 像您这么好的条件 怎么可能不成呢 我爸在那儿没见着您 要是见着 保证看在眼里拔不出来 我 我爸差不多应该到了 要不然您等我 我出去看看 哎呦 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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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士她怎么了 她女儿车祸去世了 她一听当场就晕了 啊 哎呀 老周 老周 你快醒醒 你快醒醒 我错了 都是我不好 你是她什么人哪 我是她女儿 啊 啊 怎么了 三年 有什么话说 苏达 我 我们分手吧 别逗了 你开什么玩笑了 你等会儿往后请假去啊 回家给你做好吃的 你可点想吃我给你做的意大利面了吧 啊 等我啊 苏达 我说真的 你个孩子 我说你什么好 一大早都不好不上学 弄这么一出 你到底要干吗呀 敢巧了 真是敢巧了 谁能想到真容易出车祸的 老周 我不是我不对 我吓着你了 作为补偿 我马上给您一惊喜 行了 你别惊着我 惊喜 我叫梅雅丽 今年四十五岁 来 您请 谢谢 谢谢 您快坐 外科主治医师 我女儿梅依南 跟你女儿代代是复读班的同学 梅依南 我知道 您今年四十八岁离异 自己经营一家口腔诊 开一辆坎尼拉克 这个收入可观 这些代代都跟我说过了 是吧 什 什么意思这是 我这不是跟你结上一女朋友吗 顺便给我自己 琢磨一吼吗 你觉得 怎么样 我让你跟我结上女朋友了吗 你这是要干吗 你这都什么意思 周医生 您说这话什么意思 不是 您您今天不是来相亲的吗 我 我怎么能是来相亲的呢 我 我 我现在明白了 我今天是上了我女儿的当了 要说来相亲的话 我是断然不能过来的 周代代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梅阿姨 我爸他 他确实不知道是来相亲的 是我骗他来的 要不然他指定不能来见您 周代代 你怎么能这样呢你啊 我都这把年纪了 你怎么能开这种玩笑啊 怎么这么不知道尊重别人呢你 你说说你啊 小小的年纪 满嘴的谎言 胡说八道 你现在都这个样子 你将来长大会是什么样啊你 梅阿姨 我是好心好意 我这 等等等等你 甭跟我说什么好心好意 你这是没教养 太没教养了 周医生 人家不都说了吗 有什么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孩子 看他今天这个样子 我就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跟我爸有什么关系 您要说就说我 别说我爸呀 别说了 梅阿姨 实在是对不起啊 你少跟我说什么对不起 我告诉你 你回家好好管教你这个女儿吧 那就这个啊 你给我介绍的女朋友 你真喜欢你啊 这就是你今天要给我的惊喜 看来这回我是看走眼了 白白啊 这件事的逻辑关系 我必须要跟你捋清楚 你给我找女朋友 是不是必须要征得我的同意呢 对吧 你这么搞突然袭击 对于我 和对于未来 有可能成为你后马的那个女性 你都很不尊重 老周 你要是能给我找回来 相同相让的后妈 会用得着操这心吗 你完全是瞎操心吗 你一个孩子 你难道不知道你这阶段 最应该做的是什么事吗 我知道 现阶段我的人生里 只有两件事最重要 一是找后妈 二是高考复读 今天找后妈这事暂时搁浅了 所以我只能上复读班 好好学习了 对了 一定要搞清楚自己该做什么 和不该做什么 好 晚上早点回来 爸给你过个生日 不了 每次过生日都是咱俩 太单调了 今天我朋友给我过生日 不劳您费心了 那 那 那也行吧 您别太晚了啊 曼妮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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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已经追我一个多星期了 你怎么就这么阴魂不散呢 这好歹我也是一个 非主流的公众人物 你说万一要狗仔拍到了啊 对我的个人影响非常的不好 你明白吗 曼妮小姐 说实话我也不愿意 一天到晚的下调尾巴斯跟着你 知道的是我在解决问题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最近身价飙升 请了助理呢 我也是没办法 我们杂志跟人家 减肥茶公司是有协议的 版面的广告代言形象的照片 必须是你 好嘛 你跟我说 跟经纪公司闹矛盾你不拍了 那我们跟减肥茶公司的协议 就会受影响啊 我拒绝的是我的经纪公司 你们杂志社和那个 减肥茶公司的协议 是你们的事 我对不起 我管不着 你别管不着啊 我们合同都签了 不管是我们杂志的版面 还是人家减肥茶的口袋上 都得用到你这张脸 合同是你们签的 脸是我自个儿的 我这张脸啊 就是不给你们用 你要这么说 我真的给你讲讲道理了 你这张脸还真不属于你自己的 你看 你是演员 是艺人 我们普通人的脸是我们自己的 你的脸是属于公众的 你的脸在你这儿是脸 可在我们这儿 是品牌 是形象 是标志 是效益 是我们整个广告部 这个月的定额啊 曼妮小姐 你这张脸真不是普通的脸 她关系多少人的肚子呀 什么 你想啊 你一句不给脸 我们广告部所有人的饭碗 可就都没了 别指望拿我的脸 填包你们的肚子 曼妮小姐 你 你是 梅思苏 有本事继续追啊 好 你不给脸 你也别想跑 你说太巧了 正好有那么一人出车祸 我爸一人倒一下子 把我计划全打乱了 我就说不行 你这出了什么搜主意啊 我觉得还是你妈表现太不好了 幸亏我爸没跟你妈成了 为什么呀 你不是说我妈最舍得当你妈了吗 我原本以为她温柔娴熟 美丽大方善点人意 没想到让我看看这么凶恶的一面 你妈才凶恶呢 对不起 姐我没妈 是啊 你要是有妈 也不用酷着喊着求着 让我妈给你当妈 我就是一辈子没妈 也受不了弄你妈 那么一妈当妈 你以为我妈 多愿意给你当妈呢 别 只要她不给我当妈 我管你将妈都成 你 我看你这样就是欠没妈 你再打开点儿 你来 再打开点儿 好 怎么样 医生 你要做牙齿矫正 两个星期时间可不一样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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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我特别着急 我非常着急 我着急啊 可是着急没用啊 牙齿矫正就得那么长时间呢 您必须得帮我这个忙 您知道吗 作为一个演员来说 时间就是艺术的生命 我都理解 但是你也应该知道 欲速不达的道理 我是医生 要对你负责 不能延长你的艺术生命 然后我就把你的牙齿 寿命豁出去了 您看是这样的 我呢 也特别想早点能够修复 您知道 全剧组的人 他全都在等着我拍戏呢 这耽误一天 那就是一天的开销 一大笔开销 您必须得帮助我 是 是的 您请坐 你的情况现在还蛮复杂的 你是两颗虎牙都要做矫正 对不对 对 那就要把你的虎牙 后面的牙先拔掉 而后呢 才能够做虎牙牵引 这需要很长时间 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怎么办 医生 您知道吗 我实在是太想演这个角色了 您知道吗 我为了上这个大电影 我是背着经纪公司偷偷去的剧组 我还把一个减肥茶的广告代言给耽误了 就现在 我还被那个杂志社的编辑四处地围追堵截 都追我一个星期了 你还真是挺不容易的 我能打听一下 你在那个电影里边演的是什么角色吗 您知道吗 这回可让我给抄上了 我演的是一个后现代的科幻大片 叫 角述的是人类灭亡以后的事情 不是那个 曼妮小姐 人类都灭亡了 你在电影里边演什么物种 小昆虫 还是大树啊山 机器人女侠 机器人女侠 十多分钟的戏 被神秘 全部蒙面 都蒙着面你还整什么牙呀 就是因为蒙着面所以要整牙呀 您想呀我这脸全部蒙住了 什么都没露出来 这观众怎么能记得住呢 就凭我这一口牙了 您说您把我这牙整得飘飘烈烈的 回头我这么一出场 观众一瞧 这蒙面人牙真好 是这么回事 那我倒是可以建议你这样 你拔完牙以后 戴着牙套去拍电影就行了 你演那个机器人嘛 是吧 戴上牙套有可能更像 我呀就跟您说实话吧 我这牙一点毛病都没有 根本就不用戴什么牙套 我就听那文雅 文雅给我出的主意 她说啊您是咱们全市最好的口腔医生 到您这儿孤雅 能美容还能瘦脸 你跟文雅认识啊 我们是一个剧组的 对不起 接个电话 喂 文小姐 真不经念的 抱歉 今天晚上我没时间 我这儿还有病人 挂了挂了 再见 许晓 我这儿有病人 我这儿不经历的 你怎么还 我还在追到这儿来了 你真走啊 不是 你为了什么呀这是 我这次去演出 认识了一个唱片公司的音乐制作人 他们 他们公司答应帮我出唱片 而且我还可以唱自己写的歌 你就为了这个 苏达 你知道的 在我的世界里音乐是最重要的 永远都是 我感激你 你照顾我 关心我 这些我心里都记得 可是这所有的一切跟音乐相比 都太微不足道了 爱是夏日 放过清澈的消息 这个你留作纪念吧 爱是平淡 爱是花样 爱是血终之后勇敢面对的 那张笑脸 医生 您给评评理 这脸是我自个儿的 我有没有权利拒绝别人拍摄 当然有这个权利了 医生 您不能只听一面之词 我们公司跟曼妮小姐的公司 是有协议的白纸黑字有评有据 她凭什么说反悔就反悔了 那不能反悔 医生 这协议是我们经纪公司 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跟他们签署的 那您说我有没有权利反悔 应该有 医生 话不能这么说 她的公司有权代理她所有的演出 这份试医当然是有效的 你说得也对啊 医生 您听我说 医生 你听我说 先听我说 先听我说 听我说 听我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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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你怎么能这样呢 曼妮小姐 你请坐 这件事情我听完了 客观地讲啊 的确是你有问题 刚才你坐在那儿的时候 你跟我讲 你说你是瞒着你们经纪公司 偷偷拍电影去的 咱们做人做事都要 讲规矩守信用 是吧 你答应人家杂志社 要拍广告照片 说不去就不去了 这样不合适 而且时间也不长吧 一天够吗 够了够了 你一天给人拍了 完了再回到剧组去拍那个电影 什么事情都不耽误 好了 听我的 你什么时候 把人家的广告照片拍了 我就什么时候给你拔牙 撞牙套 医生 收到 行吧 都听您的 明儿个 我就把那破广告给拍了 曼妮小姐 我们可说好了啊 明天我在杂事等你 明天见 医生 太谢谢你了 你帮了我个大忙 我这个忙不白帮 几个意思 难道你刚才那么帮我 不是因为路见不平见勇为 是别有用心不可告人啊 小姑娘你想得太复杂了 是这样 我们这个诊所准备找一家杂志 登广告 早说呀 我叫苏姐 上租室杂志广告部的 真管您的事 太好了 要不是这个 这个苏大说好的 给我过生日死哪儿了 我知道 他不爱我 他的眼神 说出他的心 苏小姐 周医生 你别那么客气了 教我小苏就行了 小苏啊 合适吗 没问题 你看啊 这个呢 是我们杂志社的 广告合同的样本 这个呢 是我们杂志的电子版本 每个广告位呢 有不同的版式和等级 你可以参考一下 上面的风格 好的 那之后呢 您这个项目就由我负责了 可以随时跟我联系 你刚才帮了我个大忙 我一定给你最优惠的价格 小苏啊 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把我们诊所的广告 要刊登在你们杂志 最重要的版面上 这个你放心 我们杂志的发行量 在同类杂志里面 可一直是名列前茅的 嗯 我保证 你这个广告版面一登啊 您诊所的时候是 嗡嗡嗡嗡嗡嗡嗡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接 我觉得你们牙医诊所 干净一点 对不起 对 刚才 你刚才说的是要哪种风格 来着 我是说风格上 希望能突出一点 哦 我给你找一些图片比较 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 这个我看过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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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刚才说哪儿了 我是说风格上 希望能突出一点 哦 我给你找一些 没有 没有 您就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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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迪你什么情况啊 我在工作呢 能不能别一会儿一个电话呀 什么 废得现在吗 周医生 今天真不好意思啊 没事 没事 我 我挺看好你们杂志的 以后咱们得空再聊吧 好嘞 好嘞 随时约 谢谢啊不好意思 你忙你的 拜拜 我再打车了 马上就到 行了 小苏啊 要不我送你吧 不好吧 没什么不好的 这个点不好打 走吧 谢谢你啊 喂 凯迪 我是小姨 这是我的新号 对对对 我的新片啊 杀青了 片名就叫二二二二 我在里面啊 演了一个机器人女侠 有十多分钟的戏呢 全是无面子 本来这角色呢 不是我的 结果那演员弄牙去了 到开拍那天也没回来 这旧场如旧火 那只有小姨我上了 对了对了 我听说 你爸妈要在这儿转机 你要带女朋友 跟他们见面呀 你怎么告诉我呢 我也回去凑个热闹啊 你等我 好 谢谢你啊 没关系 我的助理这回生病了 所以又没有一块儿来 真是辛苦你了 没事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也没什么好谢你的 要不 我给你签个名吧 签名 这 这 这个就就免了吧 这有什么好客气的 他说有约会 说是也不是 因为我男朋友的爸妈 刚好今天在北京转机 我男朋友就想让我趁机 跟他们见一面 你说这 是不是说一出事一出的 没有 我觉得应该见 凯迪 我快到了 就现在有点堵车 我知道 行了 我尽快好吧 好嘞 好嘞 怎么堵得一点都不动呢 过了这口可能就好了 是吗 够了够了 文小姐 要不了这么多 没事 我给你多签几个 你好拿去送人 送人 送人就算了吧 要 还舍不得送人呢 那我给你再多签几个 好嘞 拿着吧 对了 记得看我的新片啊 二二二二 好 一定 走不走啊 来了来了 我爸他是不是堵死了呀 你别着急啊 可能过了那可就好了 好 好 好像没多远了啊 周医生 我看也没多远了 要不我自己走过去吧 麻烦你了 谢谢啊 那不好意思啊 拜拜 小苏 你要注意安全啊 来 好 好 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都尽妈妈的怀抱 幸福忘不留 世上只有 今儿姐生日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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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卡丹 我没来晚了 你要出来你 你爸妈还没到的吧 到了 到了 在哪呢 已经走了 走了 你跟我开玩笑了吧 你看我这样想跟你开玩笑呢 他们已经走了 这是什么意思 我还想问你什么意思呢 上次我爸妈要见你 你说你出差没时间 他们就特不高兴 今天我趁他们转机 特地约他们来见你 你又迟到 我爸妈是经营跨国公司的 你知道他们的每一分钟 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是 我迟到是我不对 可是你一个电话 突然说你爸妈要见我 也不事先打个招呼 你让我怎么安排 我接你电话的时候 正在见一个重要的客户 我事还没谈完呢 立马就赶过来了 我说什么了 还有你看这点 路上多堵车 你就不能跟你爸妈解释一下吗 你为什么每次都有理由啊 见客户难道比见我爸妈还重要吗 我就不明白了 你破杂志有什么好干的 说好听你睡闻环 说不好听你就睡灯广告了 我跟你说过 将来嫁到我们家你什么没有 还有 不守时就是没教养 黄凯丁 你说什么呢 你才没教养呢 你们家不就是一土豪吗 我就是一灯广告的怎么了 我乐意 还有 谁说要嫁给你了 你以为你谁啊 说好听点你是个富二代 说不好听的 你不就是一个土二代吗 你说谁呢 说你呢 太厉害了吧 顾影 又市 monsieur 喂 文小姐 我就知道你今天跟我说 你有约是骗我的 没有 没有 你说 你是不是在这儿故意等我的 不是 我不是 对呀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 哪儿啊 我 我当然不应该在这儿嘛 我是来找一个人 没事 你找着我呢 就算是找对人了 我跟你说啊 我姐姐姐夫 今天转机要路过这儿 我们全家在这儿去一去 那好啊 你既然来了 我介绍给你们认识 我 我就不去了 干吗这么不好意思啊 走吧 不是 我去不合适 是 你爹妈是有钱 有身份有地位 那怎么了 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啊 从我们俩开始交往 到现在 所有的开销都是AA制 我没花过你一分钱吧 你们家再有钱 你得懂得尊重人 我够尊重你了 你 对不起 我得先回公司 我还有一个 关于成年女性 息息更健康的广告 等我定夺呢 苏姐 你 站住 给我放开 你谁啊 你凭什么对我们凯迪这么凶啊 你哪位啊 苏姐 她是我小姨 没错 我就是凯迪的亲小姨 你一个女孩子 怎么这么没有休养 没有家教啊 你说谁呢 我说你呢 怎么 我说错了吗 你知不知道这里是公共场合 说话应该小点声啊 你知不知道这里人来人往的 要注意自己的形象 注意自己的态度吗 看你刚才说话的样子 我看跟破妇也没什么两点 你 小姨 你别说了 怎么了 我说错了吗 凯迪我告诉你 今天有小姨在 谁也甭想欺负她 我欺负她 我刚才都亲眼看见了 我告诉你 我们家凯迪脾气好 她小姨我可不是吃素的 你 小苏 你手机落在我车上 谢谢你 周医生 没事 没事 周医生 你们认识啊 你谁啊 凯迪 这是小姨的朋友 你们怎么认识的 我是小苏的客户 我们诊所准备在小苏那儿做个广告 这就是你说那中央客户吧 是啊 周医生 你还敢和这样的人做客户啊 你怎么说话呢 周医生愿意给我当客户怎么了 苏姐 多小姨什么态度 我态度怎么了 怎么了 你凶什么凶啊 我老虎不发威 你把我当病猫是不是 我告诉你 我们家凯迪那可是豪门公子 有多少女孩子哭着喊着跪着求着往上贴呢 你算什么呀 一个外地丫头要什么没什么 你凭什么对她那么凶啊 我看你根根要饭的也没什么两样 你生气什么 你说谁要饭的呢 你说你呢 温小姐 这又要过了 凯迪 我就不明白了 你到底看上她什么了 我告诉你一听小姨的 现在就跟她分手 明天我给你找个女演员 比她强一百倍 小姨你别说了行吗 我说错了吗 我告诉你 你这种穿皮草的 和她这种果塑料布的 那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里的人 我是果塑料布的 我是要饭的是吧 好 我记住了 黄凯迪 今天虽然没见到你 爸妈 但见了你这小姨 我算是彻底了解你们家的风格 看来 我跟你们家 是真没什么共同语言 你们这种大富人家 喜欢在人头顶上 作威作福的生活态度 跟我这个平民百姓 实在差得太远了 这样也好 从今天开始 咱俩你是你 我是我 苏简 苏简 你干什么去啊 小姨你别拉住 你别去 苏简 凯迪 你回来 快 你 副姐 副姐 开门 副姐 对啊 开门 周代代 今天你十八岁了 再也没有魂不练的青春可以挥霍了 可是你到十八岁还是一个有爹没妈的孩子 结我没妈呀 许个愿吧 周代代 祝你十八岁生日快乐 干杯 这是什么东西这么难喝 难怪伤心的人要戒酒消愁呢 呵护生命 原本没仇也得呵护恶心了 还原牙齿亮白 自在笑容亮出来 局上牙膏 让您笑口长开 服务员 那门台换了吗 局上牙膏 还原牙齿亮白 自在笑容亮出来 小黄放松 放松啊 我先把外伤给你处理一下 朱医生 凯迪这牙到底怎么办呀 没什么大事 磕断了半颗牙 现在神经管断了 我给她把外伤和神经处理一下 看恢复的情况 如果恢复得好呢 我就尽快帮你修复这颗牙 好 谢谢啊 凯迪 你一定要忍住啊 可千万别怕疼 那个周医生的技术是特别特别的好 而且周医生啊 和小姨的关系也好 所以她一定会对你手下留情的 你跟 请你安静一点 温小姐好不好 好的 好的 今天的皇历不好 诸事不宜 不过 外事开头难 好事多磨 好戏在后面 何况 这是找后妈 还不得精挑细选啊 哪可能一次就合适啊 更何况 我有这么一个 一点都不随我的老爸 唉 戒肩上的担子重啊 不过 我相信 一定有那么一位 正在什么地方等着我老爸呢 我要多留点神 一旦出现 绝不能错过 我好想知道 她是谁呢 当冰角露出几根白发的时候 看自己还思念少时的情况 我来不见过 她是谁呢 你 Flynn 她是谁呢 我捅上了我的一个地方 她是谁呢 这事呢 我 fun的不过 她是谁呢 这些点是谁呢 我呢 会变得深序 你呢 向我上纯寓 你对你 她是谁呢 我 我说 我说你呢 你让她是谁呢 你还要晓你 她是谁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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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